好 我们 已经 知道比例的应用方式了以后 接着我们用 窗帘的这个案例 来 教勾同学 应用技巧 首先我必须要画出 窗帘的一个基本图形 我利用 俯视图的一个视图角度 来绘制虎 我下 虎的指令以后 给第1点 第2点 我希望 它的半径是30 拉出 半圆 当它出现半圆 那它就是 会以 刚刚的一个 直径30现在半径似乎的一个 长度来画出这个圆 接着 在0点处相切 也就是我现在拉出来的这个圆 是跟我刚刚的 圆是呈相切的 而且半径是在绿色的轴上 所以我确定 这个是一个平面糊 然后再拉出来 我的半径半圆 这时候出现 输入15 这样子 我可以控制出 这个 图形 这时候同学再看一下 我的半径 这时候 它已经不是我刚刚的30了 这个 它的直径是30 所以这个虎的控制 请同学再确认一次 下第1点 第2点 跟顶点处相切 这时候输入30 接着 再去拉出 你的半圆 也就是刚刚的动作 是忘记输入 30的这个直径的一个长度 做好这个 两个基本图形 以后 我的窗帘 是有很多 弧线 来组成 所以我必须要做 复制的动作 那复制的动作 是利用 移动的这个指令 来 达到 复制的一个 效果 好 我 先选取 这两个弧 完成了以后 点选 复制 移动 点选移动指令了以后 我给一个基准点 下了基准点之后 再用Ctrl键去做复制的切换 复制到这里 那 我现在 如果要复制五个 一模一样的图形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重复的去做 移动复制的动作 而是我可以直接在键盘上 同学看一下右下角 我输入一个5 它就会出现5 那我要 重复5个 我就输入 5x 的这个指令 输入完成以后按Enter 它就会重复帮我做 包含这一个 在内 会重复做5个 也就是连同最原始的会有6个 6个 做好之后 我必须要把这个窗帘先长个高度 那长个高度 我要利用推拉指令 但是 推拉必须要是一个平面 才可以去做 推拉 所以 我就利用 划线的指令 先去 制造成一个平面 这时候再利用推拉的指令 切换到 灯角式图 推拉一个高度 300 200 这时候 完成了这个 窗帘的 弧线 连续弧线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我刚刚 所做的这些线 给删除 完成删除之后 完成删除之后 我必须要先把 窗帘的这个腰带 先给 做出来 那窗帘的腰带 制作的方式 很简单 一样的 我们利用这个已经完成了最上面这个弧 利用 窗选的方式来选取我的 这个弧线 接着我利用一样移动 给基准点 按Ctrl键 确认 一定是要在蓝色的轴上 去做移动 所以下 键盘的 往下键 接着我希望它放在 终点 接着我还要必须 往上再复制一个 所以一样的 Ctrl键 这个多少 15公分好了 10公分 一样我确认在蓝色轴上 所以我往上键再按一下 也就是确认是在蓝色轴上 接着 下10 个单位 那这样子 我的这个腰带 就完成了 那我必须要先 区分不同的颜色 我先做全选的动作 利用颜料筒 那我现在要上的是 织品 所以我把材质切换到织品来 我先 把全部的颜色倒上来 接着 选取物件的指令 选取物件的指令 创选中间腰带的部分 选取腰带的部分了以后 再点选我们 中间腰带的 一个颜色 颜色 点选了以后 在我们的 画面上 去倒下这个材质 那就完成 我的这个窗帘基本的一个 图形的绘制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助手